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光纖 那在這段影片裡呢 我們會先跟大家介紹光纖裡的模態 那其實就是跟我們之前講過的 slab wave guide 或者是channel wave guide一樣 那我們在光纖裡 當然我們知道光纖是柱狀的結構 那所以我們拿來處理這種問題的時候 一般會用柱坐標 而不是用像之前的直角坐標 那不過呢 我們的概念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在光纖 如果要介光纖的模態的話 那我們都是希望說 可以去找出這個 光纖裡面呢 會不會有一個固定的形狀 然後呢 那個形狀就會保持同樣的橫結面 然後呢 它在光纖裡面往前傳播的時候 那只有在Z方向 根據它的傳播係數來改變它的相位 而在跟傳播相向方向 垂直方向的 電磁場分布是不會改變的 那這也是一樣 我們來求這個模態的目的 那首先呢 如果我們要接這個光纖的模態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用 一樣的要用Maxwell's equation 那只不過呢 在這邊我們的Maxwell's equation 它是 就是要用Cylendrical Coordinate 那在這裡呢 大家可以去翻課本的第一章 那或者是說 你去看你的電磁學 那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從之前的 直角坐標系XYZ 我們把它改到在這裡的 這個Cylendrical Coordinate 那我們使用的三個變數 就是R 然後Theta 還有Z Z在哪邊 Z 那所以呢 就是說 對於 就是說 本來如果我們的 電磁場 我們的電磁場 怎麼寫不出來 怪怪 我們的電磁場 比如說有 Ex E Y E Z 到這裡的話呢 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E R E Z 三個Component 所以因此呢 就是說 Maxwell's Equation描述的就是 電磁場的 這三個Component 那因此呢 我們做了 就是把 Maxwell's Equation 把它改到 Cylendrical Coordinate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 這六個式子 那詳細的東西 在電磁旋裡有處理 我們在這裡 就 不再多講 那接下來呢 一樣的 就是說 基礎的 的式子呢 也就是說我們要解 光纖的模太的話 那我們的目標呢 其實就是解這兩個東西 也就是說呢 這裡是 裡面的電場 跟磁場 那我們要求的解呢 就是要這樣子的形式 也就是說呢 它的電場 它會 我們可以把電場 寫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是跟傳播方向 Z垂直的方向 也就是在Rθ 方向上呢 那我們可以把電場 在這個垂直方向的分布 寫成一個E of Rθ 那記得這個E 它是不是會是一個向量 所以它是 也會有Rθ 跟Z的component 可是呢 就是說 這個形狀可以保持不變 而它在 Z方向上的變化呢 就由這個 Exponential of J Omega T 減Beta Z 來描述 因此呢 我們想要找的就是說 電場可以寫成這樣的形式 然後磁場可以寫成這樣的形式 那這樣一來呢 我們的電場 就會是這個Rθ的函數 然後呢 就是說我們要求的這個電場的 模態 它會是Rθ的函數 那接下來我們不知道的就是說 它對應這個模態 它的Beta是多少 那當然同樣的也可以找出 H 這個模態 然後對應它的Beta是多少 那我們把我們想要的這個解呢 帶進去剛剛上一頁的那些 Maxus Equations 那我們會得到的是什麼結果呢 我們把它帶進去以後 那 本來有六個式子 那在這裡還是有六個式子 所以首先呢 我們會得到這兩個式子 然後還有呢 就是說 從這邊的話 從這兩個式子以外呢 那另外的四個式子 會給我們這些關係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去把 EZ跟HZ求出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下面這四個關係呢 去把 ER Eθ 然後 HR跟 Hθ 那 記得呢 在我們 這裡考慮的光纖呢 我們考慮的是所謂的 Actually Symmetric Fiber 那我們考慮的 呃 所謂的 Actually Symmetric Fiber呢 呃 就是說 我們這個光纖 在 呃 因為我們現在有三個 呃 三個 三個方向 一個是R方向 然後一個是 θ方向 那當然是Z方向的話 我們不管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考慮的 所謂的 Actually Symmetric Fiber 就是說 呃 我這個光纖呢 在 隨著你 沿著這個 Azimutho Angle θ在轉的時候呢 它是對稱 那因此呢 像這樣子的結構呢 如果我們去解它的電磁場的話 欸 怎麼會跳到這裡 就是說如果 欸 跳回來 討厭 呃 就是說如果我們去解它的電磁場的話呢 我們會發現說 欸 因為它有這個角度上的對稱性 因此呢 我們解出來的場 在這邊 重點是說 欸 如果它的θ轉了2π以後 那它要轉回原來的點 不能說 我的θ轉了2π以後 最後呢 得到了場的值 跟我θ0的時候不一樣 那 這原因是因為 我這個結構 有所謂的 嗯 Axial Symmetry 那因此呢 我們就知道說 欸 為了要滿足這樣2π 2π的角度 就會轉回來的特性 那我們知道說 它的場 在 θ方向 會有這樣子的dependence 就是說 欸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cos θ加φ 或者是 sin θ加φ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呢 如果 n是一個整數 然後 φ 是一個任意的 項位的話 那這樣子一來我們就會發現說 欸 如果我們讓θ去轉2π的話 那它都會回到 跟θ 等於點一模一樣的值 所以我們至少可以知道說 欸 它的 那個 電磁場 在 它的那個 azimuthal dependency 也就是它在 θ方向 隨θ的變化呢 我們 在還沒有解前 就知道說 欸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cos sin of nθ加φ 或者是 sin of nθ加φ 的形式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考慮說 欸那我們要解的mode 那我們想要解的mode呢 有這裡寫的這幾種 就是說欸第一個我們想要解的是 transverse electric mode 也就是說呢 因為電場方向 在z方向 也就是我們的傳播方向 如果等於0的話 那 它的電場方向呢 就完全跟 z方向垂直嘛 也就是說它的電場 都是在rθ方向 那我們就把這種 叫做transverse electric 那反過來的話呢 如果transverse magnetic mode 的話就是 它的磁場方向的z component 磁場方向的z component 都等於0 那因此這樣一來 我們就知道說 它的磁場 只有在rθ方向有分量 然後在z方向有分量 那這種就叫做 transverse magnetic mode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所謂的hybrid mode 就是呢 1z不等於0 hz也不等於0 那這些呢 我們都可以去解出來 那首先呢 我們考慮的是 比較簡單的結構 就是所謂的 step index fibers 那當然呢 還有所謂的 graded index fibers 那那一類的光纖呢 我們就在這邊先不處理了 那我們考慮的是 簡單的光纖結構 也就是說 它中間這一圈 就是core 然後整個core的折射率 是固定的 然後呢 到了外面 到了cladding的話 折射率就變N1 所以呢 如果比如說 我們沿著 某一個橫截面 去把它的折射率畫圖 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它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寬度 會是2A 這是沿著直徑 去把它做截面 那這種我們就把它叫 step index 因為它的折射率分佈 是不揭示的 好 那對於這樣子的 Fibre 的話呢 那我們要來解它的 TE mode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TE mode呢 我們考慮的就是 電場在Z方向的component 等於0 所以呢 我們從 電場在Z方向的component 等於0開始 然後我們剛剛呢 那個Maxwell's Equation 然後把我們想像的 這個EigenMode 解代進去以後 我們得到6個式子 然後呢 從這個EZ等於0 這個條件呢 我們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就會簡化到 就會其中有一個 比如說不見了 然後我們會得到 這5個式子 那當然這5個式子呢 這裡看起來 還是很麻煩嘛 不過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解它的話 我們要來考慮一下 所謂的邊界條件 因為呢 其實我們剛剛在講的 就是說 我們 從Maxwell's Equation 然後把它寫到 Cylindrical Coordinate 那裡也沒有做任何的 近似嘛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只是說 我們想要求的是 那個 Fiber裡面的 電磁場的Mode 那因此呢 對於這些Mode來說 我們就是假設這個解呢 會是 可以寫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 E of R Theta的分布 那一部分就是 Exponential of J Omega T-Beta Z 那我們把它帶進去以後呢 就得到6個式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解 Transverse Electric Mode 那Transverse Electric Mode 指的就是E Z等於0 所以呢 我們就把E Z等於0 帶進去這個 在 就是 帶進去我們 Maxwell's Equation裡面 那我們就得到5個式子 那看起來還是沒有辦法 我們 唯一用的條件只是 Cylindrical Coordinate 跟E Z等於0而已 那我們要繼續算下去的話 事實上 就跟我們之前在解光纖的時候一樣 我們需要的是邊界 我們之前在解 Slide Wave Guide 或是一般的 Rectangular Wave Guide 一樣 就是說會有這些Mode 然後它的Mode變離散 也就是說 在裡面 可以容許的Propagation Constant 變成離散值的話 都是因為邊界條件而產生的 那在這個Fiber裡的邊界條件是什麼呢 那首先呢 因為 我們已經 我們想要求的是 我們想要求的是HZ嘛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5個式子是這樣 那可是因為 我們知道E Z等於0了嘛 所以 對應E Z的那個 對應E Z的微分方程就不見了 所以呢 我們要從 這個微分方程去想辦法 把HZ求出來 那HZ求出來的話 我們放到這裡 這四個Component 我們就可以通通求出來了 那HZ呢 也不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 HZ 我們都已經知道說 HZ 它會是R跟Theta的函數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要求的這個 它的I跟Mode 的Field Component 都會是RTheta的函數 那因此呢 我們就知道它是RTheta的函數嘛 但是在這邊 我們發現說 根據我們剛剛對這個結構 因為它有Axial Symmetry 所以我們知道說 它的這個 HZ 這個函數 它的Theta部分呢 一定可以寫成 Cosn 加Φ 或者是Sin 它們是一樣 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假設說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Cosn 加Φ 那接下來呢 就是一個未知的 它的那個 R R的方向的函數嘛 那我們就假設說 它如果是在Core裡面 0小於等於R小於等於A的話 我們把它寫成叫 G 那如果是在Core外面的話 我們就把它寫成 H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 它有Axial Symmetry 所以我們才可以把 它的這個 HZ R Theta 這個函數裡面的 Theta的Component 寫成這個 Cosn 的函數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講過 它有Axial Symmetry的部分 然後呢 它的邊界條件是什麼 所以前面這裡 我們已經有用到一個 條件了 也就是說它有Axial Symmetry 那接下來的邊界條件 是這個 就是說在Fiber的Core 跟Cutting的界面呢 我的HZ 跟H Theta 要是連續的 那因此呢 我們就是把它帶進去 首先在這裡 HZ跟H Theta要連續 首先HZ要連續的話 那我就是把 R等於A帶到上面的式子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條件 就是呢 G要等於H 然後另外呢 我們HZ 回到上一頁的同影片裡 你會發現說 我們要如何從HZ 去求出 H Theta 那我們知道 H Theta的表示是以後 那我們就在這個 Core跟Cutting的Interface 把R用A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 下面這個等式 所以邊界條件呢 又給我們 這兩個式子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折射率分佈是這樣子的 折射率呢 在R等於A的時候 就是在Core跟Cutting的Interface 它會等於N1 也就是Core的折射率 然後呢 要滿足上面的式子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Core跟Gutting的Interface NA等於N1嘛 也就是說你看 這個是等於N1 這個式子 這裡是N0 所以兩個式子要相等的話 會有它的困難 所以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這個式子可以跟這個式子相等呢 因為這兩個不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其實這裡面的N 要等於0 也就是這個整數 這個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如果把它設成一個 呃... 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 它有Axial Symmetry嘛 因此在這邊 可以把它寫成Cosnθ加5 可是從這個邊界條件的討論呢 我們知道說Cosnθ加5裡面的那個N 它雖然是 本來我們以為它是可以隨便的整數 可是呢 從這裡邊界條件的結果 我們得到說 這裡的這個N 它必須要等於0 那既然這樣子呢 我們一知道N等於0 的話 那其實這個就是 其實它的 解出來的Hz 在θ部分就沒有變化了 也就是說Hz它不會隨著θ變 那因此就是說 我的場事實上 呃... 隨著θ變化的偏微分 就是對θ的偏微分都會0 也就是說這一項都會是0 那從這個知道的話 我們如果知道這個結果的話 也就是說我的場在 Azimuthal Direction不會有變化 那我們如果知道我的場 在Azimuthal Direction沒有變化的話 那我們再把這個條件 帶回去前一頁的描述 ER跟Hθ的式值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說 所以這樣一來 在這個Step Index Fiber裡面呢 ER會等於Hθ 會等於0 所以這些component都會等於0 那因此呢 最後我們就得到了這樣子 也就是說 這是已經把邊界條件帶進去了 那我們把邊界條件帶進去以後 我們得到的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知道 事實上 Hz 雖然我們本來說 它是Rθ的函數 可是事實上呢 我們現在只要解 Hz 就可以了 因為呢 它在θ上 這個Azimuthal Angle上 是不會有變化的 然後呢 描述Hz的微分方程 是這個 這裡已經邊界條件 都已經用進去了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Hz 可以解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裡 去把Eθ跟Hz解出來 那你可能就會在問說 那其他的component呢 那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會等於0 然後我們也知道 因為它是 Transverse Electric Mode 所以這個Ez 也會等於0 那就是說 我們可以 要解這個 文方程的話 那我們可以定義 兩個新的參數 一個是Capa 一個是Sigma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Capa是什麼呢 Capa就是K平方 N1平方-Beta平方 那記得就是說 在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都不知道Beta 這Beta是什麼 我們還未知 是我們要求的 那其他的 K 然後N1 K 然後N0 我們都知道 因為這是Core跟Cladin的折射率 然後這就是Lambda分之2π 所以我們其實不知道 Capa跟Sigma是什麼 可是我們知道說 如果Capa跟Sigma 求出來 我就可以把Beta給求出來 那如果我這樣子定義了 Capa跟Sigma之後呢 那 我就可以從上面的式子 我就可以從上面的式子 從上面的式子呢 得到兩個 兩個式子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就是說 我們的HZ 又不見了 不好意思 我們的那個HZ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它只是R的函數而已 然後我們把它分成兩部分 一個是G of R 一個是H of R 然後這個是在Core裡面 這個是在Cladin裡 那因此呢 我們定義了這兩個參數以後 然後我們再利用這個式子 然後我們也知道這個關係 就是HZ of R 會等於G of R 或者是H of R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從上面的式子 得到這兩個方程式 也就是說 對於在Core裡面的話呢 那我要解的G of R 是由這個式子來描述的 然後呢 對於在Cladin裡面呢 那我要解的H of R 是由下面這個式子描述的 因此呢 就是說 只要我可以把G跟H解出來的話 那就表示說 我們也可以把Capa跟Sigma 找出來了 那Beta就知道了 然後呢 G跟H知道了 HZ也就知道了 那一切的東西 我們就都知道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考慮一下 這個Wave Equation 在Core裡面的解吧 那首先 這是一個微分方程 所以呢 這個微分方程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很複雜 那你仔細一想 其實 這個是我們以前在 工程數學裡面 學過的 微分方程 那事實上 你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以前在解 公數裡的微分方程的話 這種係數是變數了 就已經很難解了 因為像 尤其是高階的微分方程 這是二階的微分方程嘛 那因為我們知道 G是R的函數 可是呢 你看前面的 這個係數 如果這前面係數 都是常數的話 我們很會解嘛 可是呢 因為它前面的係數 不是常數 而是R的函數 然後就會有一點複雜 不過還好呢 這是一個常見的 文方程 那我們以前 已經解過了 那用的話呢 是那種 所謂 Power Series Solution 那如果你不記得的話 你就回去翻一下 不然看一下我YouTube頻道裡 搞不好有講到那個 Power Series Solution 我也忘了 應該是有啦 那我們發現說 其實這個 上面這個式子呢 它是Besel's Equation 然後對於這個Besel's Equation裡面呢 如果我們的這個V 它是Intn的話 那對於這個微分方程 它的解呢 其實你也不用再重新 用Power Series Solution下去解 你就直接知道說 它是Besel's Function 或者是Neumann Function 那到底是Besel's Function呢 還是Neumann Function呢 那我們就必須要來看一下說 Besel's Function長什麼樣 跟Neumann Function長什麼樣 因為呢 Besel's Function跟Neumann Function 都會是這個 微分方程的解嘛 可是呢我們會知道說 我這個 因為它代表的是在Core裡面的長 所以它總有一些物理特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兩個Function長什麼樣 所以左邊這是Besel's Function 右邊是Neumann Function 那我們一看呢 就知道說 這個Neumann Function在這裡 R等於0 也就是在Core的中心的時候 它的值會趨向於負無窮大 那這是Unphysical 因為那表示那邊的Intensity無窮大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不可能 所以呢我們知道說 它裡面的解呢 一定會是這個Besel's Function 所以呢我們知道說 對於這個 因為它對應的是 那個Nu等於0嘛 那因此我們知道說 這個J-Link 會是對應在Core裡面的 Proper Solution 所以我們在WaveGuy Core裡面 解出來的Solution 會是J-Link of KappaR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就 就是說在Clouding的話 那我們也得到了這個WaveGuy Core 那我們再仔細把它跟 我們之前學過的Besel's Function 比較 那我們知道說 對於這樣子的WaveGuy Core 它的解是ModifyBesel's Functions of the first kind 或者是ModifyBesel's Functions of the second kind 那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從以前 在公述的講解呢 我們希望就是說 大家你以後 其實也沒有要你真的去解啦 那不過你就是記得說 這個Besel's Function的解 你看過嘛 那它是用數列解來的 那你以後就可以直接 如果看到你的WaveGuy Core 是屬於那個形式的話 那你就直接知道它的解 就是這些函數嘛 你就不用去重新解它了 目的是這樣而已 回去翻一下 那同樣的呢 我們還是要看這兩種 Function它的函數 那我們知道說 在Clouding的話 它的場應該要隨著R 越來越大 而越來越小 而不會像左邊一樣 隨著R越來越大 它會長得越來越大 那因此呢 我們從這兩張圖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解呢 應該是K0 of Sigma R 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它是哪一種Besel's Function 所以最後的結論 就是下面這裡 我們就已經把它解出來了 也就是說對於Te Mode來說 它的Magnetic Field 就可以這樣寫 在0到A 也就是在Core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Besel's Function寫 然後呢 在R大於A的地方 我們也是可以用Besel's Function 然後這邊用的是J 這個Besel's Function 然後在Clouding的部分 我們用的是K 這個Besel's Function 然後呢 因為反正它在邊界的地方 要能夠連起來嘛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A跟B的關係 那我們從前面也知道說 我這個Hz如果一旦知道了以後呢 那我剩下的東西 像Sigma和Kappa 我就統統知道 Sigma和Kappa也知道了 那Beta就知道了 剩下的東西 就統統都知道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說 那我們已經把那個場解出來嘛 那我們要怎麼去解它的 也就是我們想要知道 Sigma跟Kappa是什麼 那同樣的 我們一樣 還是要去對邊界條件 那我們在邊界上呢 就跟之前一樣嘛 我們要讓 要讓Hz連續 還有要讓那個 Hθ連續嘛 那我們知道了剛剛Hz是什麼的話 那我們就得到第一個條件 那我們要讓Hθ連續的話 那我們就是從剛剛解出來的那個Hz 然後去求出 利用前面的關係去求出Hθ 要讓它連續 所以我們又得到下面這個式子 就是在邊界上 在A這邊 我們都需要 延續 我們就得到這兩個式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想辦法 去把Kappa跟Sigma 求出來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定義 Kappa是什麼 Kappa是什麼 也定義Sigma是什麼 可是呢 我們在這裡 來定義所謂的 Normalized Transverse Wave Number 也就是U跟W 那它跟之前的Kappa 跟Sigma的關係是這樣 那利用這兩個關係呢 我們就可以把上面的那兩個式子 再把它簡化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上面的兩個式子相除 把這兩個式子相除 然後呢再用這個新的定義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呢這個式子呢 我們再用Basal Function 它自己的微分關係 那這個可能就是要麻煩各位去查一下 數學的課本 公數的課本都有 那如果再利用這個Basal Function 它本身的關係的話 我們最後呢 就會得到這兩個式子 所以這兩個式子裡面呢 雖然看起來很討厭 可是你要記得 我們不知道的 就是U跟W而已 所以我們想要求的是 U跟W是什麼 因為你看我們如果把 U跟W求出來 我就知道 因為A是知道的嘛 是那個Core的半徑 然後呢 我把 U跟W求出來 我就可以把Capa跟Sigma 求出來 Capa跟Sigma 求出來以後 Beta就可以求出來 所以這個式子呢 有告訴我 U跟W的關係 那你可能會說 只有一個式子啊 那 U跟W 是兩個位置數 可是我們還有下面這個關係 也就是我們知道說 U平方加W平方 要等於這個V平方 其中的V是這樣定義的 V呢 那就是 V number它只跟我們的 光纖它的物理參數有關 所以就跟我們考慮的波長 因為它是Lambda分之2π嘛 然後我們考慮的折射率 然後還有它的Core的半徑有關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的光纖的結構 決定了 我就知道我的V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就說 這個V已知 那我要想辦法 把U跟W求出來 U跟W除了有這個關係以外 還有這個關係 那因此呢 就是我們下面寫的 如果這個Normalized Frequency is Given 也就是V is Given的話 也就是我們知道的結構波長等等特性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上面這兩個式子 把U跟W求出來 那你看如果我們把U跟W求出來以後 那就是我們知道的那個Capa跟Sigma是什麼 那場是什麼 等一下 Capa跟Sigma知道了以後 Capa跟Sigma知道了以後 那場長什麼樣 所有的訊息我們都知道 所以這是TE Mode的介紹 所以因此呢 對於這個TE Mode來說 從前面的討論 我們知道說ER會等於EZ 然後會等於HR等於0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那因此呢 我們從剛剛的討論 我們就知道說 那在Core裡面的場呢 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這個 HR一知道以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算出來 然後在Carding的場呢 也是一樣 從剛剛的關係 我們把HR算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ETH跟HZ 給算出來了 然後呢 記得就是說 在這邊它的Om跟U 就是要滿足剛剛的那個 Dispersion Relation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就不用走過同樣的過程了 也就是說 這個Dispersion Equation 對於Tm Mode來說會長得不太一樣 可是呢 也是由同樣的過程推導來的 那我們就沒有去推導它了 所以記得就是說 你看在這邊的話 如果把U跟W都找出來 U跟W都找出來的話 那這裡面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了 也就是它的 場的所有的component 我們都知道 那同樣的道理 有類似的過程 我們可以把Tm Mode 的Dispersion Equation 也找出來 那一旦把它找出來 那一旦把它找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 Tm Mode 在Core跟Cladding的 場的所有的component 就通通都找出來 所以重點其實 就像我們之前 在解這個 Slab Wave Guide的時候一樣 我們也是想辦法 把Dispersion Equation 找出來 然後一樣的 也是有那個 U平方 加W平方 等於V平方 其中呢 那個V平方 就會跟我們的幾何結構有關 那因此 藉由這個Dispersion Equation 我們把U跟W找出來 剩下的東西 就可以 通通找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 就Hybrid Mode 就比較麻煩 那可是我們在這裡 就沒有去推導了 而是告訴各位說 這個Hybrid Mode 就是它的 EZ跟HZ 它都不等於0的話 有所謂的Hybrid Mode 它的話 也是我們可以去推導出 所謂的 Dispersion Equation 那它的 因為它沒有任何一個 Field Component 等於0 所以在Core跟Cladding 裡面呢 它的電場 跟磁場的6個component 都在 不過呢 雖然是很複雜 可是呢 你也可以看出來 只要你把U跟W 畫出來 那一切就結束了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可以跟之前一樣 藉由這個Dispersion Equation 把U跟W的關係畫出來 然後呢 我們再藉由這個 額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U平方加W平方等於V平方 那我們去求它的焦點的話 它就可以把U跟W找出來 那一找出來以後呢 我們再把它帶到這個Field Equation 我們就把電磁場都解出來了 所以呢它的過程 我們其實跟我們之前在算Cyber Wave 蓋的時候 都是很類似的 那只是因為我們在這裡 因為用到了所謂的Cylindrical Coordinate 所以東西看起來會比較複雜 不過它背後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當然還有就是會用到 因為在著作標裡 解分方程很容易出現Bessel Functions 那可是你也要知道說 它其實就是以前 我們在解了Bessel's Equation的解嘛 那因此我們直接把結果拿來用 也是合理的 那我們先在這邊休息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介紹 所謂的Linearly Polarized Mode 叫LP Mode的概念